Lalala 大家好,歡迎來到星語星圓,我是阿拔 今集星語星圓,就要和大家分享太陽天蠍座的即場妖決 馬上來看看太陽天蠍座的個性特質 第一點,堅強的意志力 太陽天蠍座的意志力其實是很強的 一旦確立了目標之後,就不會三心兩意,也不會半途而廢 即使遇到什麼困難,都可以排除萬難去達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第二點,神秘的吸引力 很多人都說太陽天蠍座是一個很神秘的星座 其實在神秘印象的背後,就是一個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 因為私隱對於天蠍座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們不會主動去談論自己的事 又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思事 第三點,做事謹慎來年 天蠍座是一個很謹慎的星座 他們在做事的時候,會一再評估之後才會去出手 很少會作出一些冒險的行為 馬上來看看太陽天蠍座在職場上容易犯的錯是什麼呢? 第一點,固執又保守 因為個性謹慎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把時間浪費在思考和分析上 而有錯失量機的嫌疑 第二點,態度冰冷,容易引起誤會 其實天蠍座的本性是善良的 只不過很多時候他們不想也很難得去解釋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再加上他們很懂得懂色別人的心思 久而久之就被人覺得他是一個冰冷和有心機的星座 馬上來看看如果你的職場上面有太陽天蠍座的存在的話 你可以怎樣做呢? 記得太陽天蠍座的上司是很喜歡有自己的想法 忠誠度高和堅持努力的人 那就要記住你的一言一行 譬如你有沒有加班、吞泡、放蛇 這些言行舉止都會看在你天蠍座的眼淚 只不過他不告訴你 而當你的天蠍座上司要求你有什麼改進的時候 即是代表他已經搜集了你的證據很久了 那這個時候你最好就是乖乖地站在這裡受教 因為一旦你有什麼反抗 又或者踩到底線的時候 他毫不留情地省到你一鑊金 再利,如果你有天蠍座的同事又或者客戶的話 那就真的要用你的真心去跟他們一起相處 因為很多時候天蠍座是可以感受到你的容心對待的 所以切物去刻意創造一些氣氛 又或者刻意去順拜對方、討好對方 好了,今集的這個太陽天蠍座的即場妖訣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了 下一集會有我們的太陽人馬座的即場妖訣 如果你對於星座或兩性關係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點擊我的頭像 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再來,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和阿笨分享或者諮詢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了 下一集,星宇、星宇見 多謝大家